大家好 欢迎收听明镜会论频道 潜水标一向给人的印象都很硬朗 很少会与精致这两个字举相关系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款潜水标 都真是精致贵气到不得了 MWC收到记买之后 我立刻说一定要拿这款来拍一条影片 现在一起和大家追一下这款 贵气但又不贵价的潜水标 事不宜迟 去片 这款盒盒的包装 已经非常有诚意了 真是能够爆炸的盒盒 我们先打开 先打开它 在Pellicon里面 还有一个旅行装的Bronplan的小标盒 我们先打开它 这款标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它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主角了 Bronplan的极光绿面的Bethysgarth Chronograph Flyback 首先要感谢各位师兄的支持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按赞、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 还可以追踪MWC的Instagram 明彪户乐频道 是一个以广东话分享的手标平台 8%香港制造 亦不断收到世界各地师兄的支持 就算移民到其他地方 都会准时收看我们逢星期四晚的MWC直播 一起交流百花齐放的玩标文化 MWC在尖沙咀的实体店 提供一站式的手标记购平台 很快就快到了一周年 已经成功帮1,000只手标找到新主人 免他一切要卖标的时候 需要单打独斗的烦恼 如果想要卖标 找我们这帮你们搞乱了 安心又放心 如果想知道详情的话 可以浏览MWC的公布报告 就是明彪户乐.com 或者是WhatsApp 68899616找我们 期望在MWC见到大家 大多数人说潜水标 都只是识录历史水鬼 或者是Omega的海马 可能觉得他们的知名度高 历史也是很悠久 质素一定是最高 我经常都说的一句说话 就是知名度高 就不代表质素一定是最好的 我最喜欢发过一些沧海为珠 来拍片给大家看 支持百花齐放的玩标文化 亦都是MWC的成立理念 磅盘这个牌子 可能就未至于去到沧海为珠的程度 但是如果不是玩标 都真的未必知道 其实磅盘的50层的定位 其实是高过努力士 讲品牌历史 1735年创立 是努力士和Omega 拍马都追不上的悠久 而50层这个潜水系列的历史 亦是早过Submariner和Sea Master的开始 所以品牌和历史上 其实50层系列都不会输过 甚至是比两大的潜水标阵型 关于50层的详细历史 大家可以重溫我OP85的影片 而磅盘的50层系列 其实有分两个分支 一个就是典型大尺寸 用来均用用途的正统50层 另一个就是我今天手上的 这一只尺寸小小的Bethysgarth 的深潜器系列 这个系列是在上世纪60年代 磅盘为了打民用市场而推出 所以造型亦会偏向比较大胆和跳脱 而磅盘亦在2020年 推出50层历史上第一只的六面款 当时是一只只有限量50只的大三针款 同款亦有中国推出过的100只限量版 不过以上两款 因为数量稀少 现在都很难找得到 我今天手上的这一只极光绿 就是一只无限量的非反计时版 极光绿的Bethysgarth 我们先讲讲这款Bel的基本规格 它的直径是43.6mm 厚度是15.25mm Luck to Luck的距离是50mm 而Bel II的幅度是23mm 防水有300米 还有一个微微拱起的蓝宝石水晶镜面 标壳用了全陶瓷的物料 而标带是一条外层尼龙 内层是橡胶的标带 没有什么特别 而标扣是全陶瓷的针球 这支标难得的地方 就是它全标都是陶瓷物料 没有任何金属成分 就连继时的按钮和标官 都是用一个陶瓷去做的 这些小零件的造工成本上 当然比用金属高很多 因为陶瓷打磨的处理难度高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陶瓷打磨方面 其实是做得非常细致的 而潜水表圈就是一个绿色的潜水圈 就是一个陶瓷圈 可以单向旋转 120克 手感是略为紧了一点 所以需要用力去转 不过每转一下也是非常稳妥 而标盘的颜色 绝对是标的焦点所在 官方是叫它做热带绿的 但民间普遍都叫它做极光屋 标盘的布局是一个三眼的设计 立体的小缘点的index 再加一个蠟烛针的造型 蠟烛型的时分针 其实是Bethelsgarth主要的设计 为什么我会说这一款是最有贵气的潜水标 因为如果你放得够大来看的话 虽然叫做潜水标 但所有标面的打磨都做得一丝不咎 绝对不会输给高级的dresswatch 而6点钟位置的这个小缘针 更加放昏有点自径保机针的感觉 而这个极光绿色的标面 涂上了几十层纳米材质 才能做到这样有层次感的太阳放射效果 配合填入液态金属做黑道的陶瓷圈 在阳光底下都真是毒到飞起 就算是在黑暗环境底下 它的夜光效果亦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反转到标底了 看到有一个透底的设计 可以欣赏到Bronkhun自家制造的F385 自动上链机芯 这个机芯难得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只高频的机芯 震频有36000 动力储备50个小时 性能方面不过不失 因为它真是一只高频机芯 所以动力储备少一点 也算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震频越高 相对地消耗的动力也会同时多了 这个继时机芯 还配备了非反Flyback功能 有垂直离合和杜柱轮 机芯的工艺上 以一只潜水标来说 都算是非常顶级 有一个18K金的自动铁 而机芯甲板上的拉丝和刀角打磨 也做得非常精致 真的很少可 在一只潜水标上 可以看到这种等级的机芯打磨水平 我现在就示范一下这只手标的操作 给大家看看 首先 因为它是一只潜水标 把震频扭松 扭松后 向上转 就是上链 在快调日期之前 首先把时间调到安全区 大概六点到七点的位置 如果把震频拉开一格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快调日期了 听到啪啪的日期 是换得非常有力的 接着我们再拉开一格 就可以调教时间了 看看是否顺跳日期 有少少顺跳日期 因为动了少少才跳过去 好 把震频扭松后 把震频扭松 按完位 锁定 在继续 在继续方面 啟动 因为垂直离口 所以看到针也相当定 动作非常干净 啟动 因为它有一个非反计时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按一下龟铃锡 它就会彈回后 再重新再计时 不过手感有少少偏硬 这方面有少少扣了分 以上就是这个手表所有的操作 我现在戴上手给大家看看 再看 43.6mm的尺寸 戴在我154mm的手腕上 真的有少少略大的 可能因为它的样子 不太运动 有少少 dress watch 的感觉 因为太精致 所以如果和手腕的比例 不是太对的话 可能会看上去有少少怪的 所以如果手腕像我这样偏小的朋友 就要看看自己能否接受到这个尺寸 除此之外 我真的觉得这个标 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近这两年 绿色标面越出越多 多到真的看到绿色标 也有少少少审美疲劳的感觉 不过这一款极光绿的宝柏 和Omega的绿海马 都是同样给到我 有瞬间被毒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见过 北极光 我差不多十年前 有去过挪威的Trump Show 看过北极光 极光的颜色和感觉 就是标面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看上去是很有感觉 可能因为太久没了去旅行 加上这支标 这么精致的打磨 和这么漂亮的透底 还有18K的金鎖 非反计时 还有全陶瓷的标殼和标扣 这支全新极光绿的50产工价 只不过是港币133,000元 大家想想 这个价钱和努力士的潜水标 现在的市价就差不多 对比我刚才所说的 这么多样配置的等级 知名度是否一定和实际的质素成正比 都是那一句 就视乎我看你戴标是哄自己开心 还是为了哄别人开心 相信看得小弟频道师兄 一定都很清楚自己需要些什么 这支磅盘极光绿的50层 BeverestGraph的Flyback Chronograph 现在已经在MWC记买中了 MWC的记买价 还要是工价再加些折扣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索MWC的公传站 MWC出楼.com 看看哪个详细资料 或者是直接WhatsApp 688.996联络MWC的Sales Team 讯问或落顶都可以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开心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赞,订阅和影片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 我一出新片 就会在第二个时间通知 大家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钟标知识 和故事 或者加上MWC的Facebook主要 如果想买表 可以留下MWC的公传站 MWC的公传站 MWC.com 如果您看影片 请订阅我的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就继续分享最大的动力 下次再见 拜拜